在周三首先来关注一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出的迄今为止最强烈的一个信号 暗示政府估计中国经济的增速将进一步的放管 这意味着中央或能够接受低至6.5%的增速 习近平警告称中国经济正面临着国内外的不确定性的压力 另外财新公布的10月份中国服务业的采购经理人指数 为52高于9月份的50.3算是一个可喜的消息 日本方面公布了最新10月份的采购经理人指数的综合数据 好于预期上涨到了52.3 法国的这个数据则是攀升到了52.6 德国的这个数据也有上涨 但是低于预计只有54.2 欧盟区总体的表现也有改善 不过略低于之前的期待有53.9 英国方面是公布他们服务业的采购经理人指数 上升到了54.9 再关注一下美国方面 在周三早间公布了ADP私有行业的就业人数 在10月份是增加了18.2万人 低于之前一个月和市场的期待 现在大家还在等待了周五的劳工报告 另外公布还有美国9月份的对外贸易的数据 可以看到逆差缩小到了408亿美元 特别是进口在这个月的增长是比较强劲的 另外公布的还有就是美国的采购经理人指数 服务业方面的数据 那是维持在54.8 我们还在等待的最新ISM服务业方面的信息 现在美元的走势是呈现反弹的 美元对于美元的比价下滑到了1.0890 英镑对于美元的比价下滩到了1.5391 美元对于日元的比价则是上升到了121.32 今天会是关注的焦点是英镑对于日元的比价 现在下滑到了186.526 这样一个比价是保持在支撑线186.35之下 那未来可能还有反弹的机会 那如果它能够重新反弹 在保持在186.35之上的话 有望反弹到187.3之后上升到188.05 当然如果这个比价进一步的下滑 并且保持在186.35之下的话 就可能会滑落到185.8甚至185.2 再关注下贵重金属的交易状况 进一步的承压下滑 那黄金的价格是小幅上升到了每奥斯 1117.70美元 不过黄金的价格是一直开始 在近期是出现疲软的态势 还在进一步的出现走低 那20小时和50小时的均线的走势也是向下的 未来如果金价没有办法突破每奥斯 1130美元一奥斯的大关的话 可能会进一步的滑落到每奥斯 1110美元甚至每奥斯1104美元 当然如果金价能够维持现在的上涨态势 并且突破每奥斯1130美元的话 还是有望能够反弹到每奥斯1143美元 甚至每奥斯1150美元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白银的交易价格 现在的白银交易的价格 也是小幅度的出现上涨 现在的交易价格是每奥斯15.43美元 感谢各位的收看 欢迎继续锁定 锁定三筹财经电视